电影娱乐,娱力解忧,大家好,我是小悠,今天继续带来国产恐怖漫画,玩伴。 这个故事发生在2000年的时候,当时小明生了水痘,父母怕小明传染给别的孩子,于是就把小明关在家里,不让他出门。 每天一个人待在家里,小明非常无聊,所以他特别想念那些小伙伴,想和他们出去玩。 但小明也没有办法,毕竟父母再三叮嘱过自己不要出门,而且奶奶也一直在城边唠叨,老实在家待着,好了再出去玩。 说实话,小明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水都是什么,也不知道大人为何如此紧张。 一天两天还好,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,小明就有点受不了了。 这对住时,小明听到院子外面传来嬉闹的声音,小明很奇怪,就爬上了墙头,想看看外面在干嘛。 爬上了一墙,果然是小伙伴,他们正拿着网子,貌似是要去河边抓鱼。 然后小明忍不住喊了一嗓子,张鑫,你们要去哪儿啊? 张鑫转过头笑着说,去和你摸鱼啊。 小明听了,表示想要加入,但另一个小伙伴却说,你还是不要来了,会传染给我们的。 说完,小伙伴们大摇大摆的就走了。 其实小明非常生气,心里默默嘀咕着,你们太不够意思了。 说完闷气后,小明突然发现,旁边的墙角好像站着一个人。 虽然他站在阴影里面,但小明还是认出了他的鞋子。 他就是住在小明家后面的娟子。 然后小明插着娟子挥来挥手,喂,你躲在那里干什么啊? 结果小明喊了几声,娟子一点反应都没有,像个木头人一样,站在角落里一动不动。 小明觉得奇怪,娟子这是怎么了,为什么不拟我? 就在这时,奶奶从屋里出来了,看到小明趴在墙头上,上前将小明扶了下来。 然后小明就告诉奶奶,他想出去玩一会儿,娟子就在外面。 奶奶听完脸色瞬间就变了,急忙领着小明进到屋。 说来也巧,当天晚上,娟子的奶奶就过来串门了。 当时小明正躺在床上看书,两个老人家在房里聊了一会儿后,娟子奶奶起身告辞。 这时,小明跑出来问了一句,奶奶,明天可以让娟子来找我玩吗? 可是不知为何,娟子奶奶一眼不发,阴沉着脸就走了。 小明觉得自己很憋屈,难道大家都怕被自己的水痘感染吗? 几天后,小明的水痘仍不见好,小明快要憋疯了,于是他爬上墙头,看着外面的路人发呆。 无意间,小明发现墙角里站着一个人。 通过那人穿的鞋,小明很快就认出来了,就是娟子。 和上次一样,不管小明如何打招呼,娟子一点反应都没有。 小明非常好奇,想知道娟子躲在那里干什么,然后趁着家人不注意,偷偷溜了出来。 小明立手捏脚地走过来,准备吓一下娟子。 而此时,娟子低着头,站在一根电线杆后面。 当小明靠近的时候,娟子突然抬起头,看着小明。 与此同时,小明也看清了娟子的脸,那是一张非常恐怖的脸。 小明从没有见过如此恐怖的场景,虽然嘴巴张得很大,但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。 等小明反应过来后,她大喊一声,然后撒腿就跑。 当天晚上,小明就发起了高烧。 小明母亲非常担心,而奶奶却很乐观。 没事的,等退烧了,水痘也就好了。 第二天一早,小明还真的退烧了,而水痘也全都消失了。 小明起来后,就把昨晚看到娟子的事情说了出来。 然后奶奶就告诉小明,娟子已经去世了。 原来就在小明出水痘的那天,父母带着小明去针上医院检查去了。 而娟子就在那个胡同里等着小明,等着小明回来和她一起玩。 可是不知道从哪儿拐进来一辆小货车。 司机当时喝多了,再加上胡同里的路非常窄,然后拿不起刹车,将娟子给撞了。 知道真相后,小明非常自责。 从这天之后,每年的清明节,小明都会来娟子的坟头陪她一会儿。 故事到这儿,也就结束了。